字幕志祭TV 港股周星 美股昨晚下跌 跌101点 属于负面 但由于奥巴马提出可能有3,1%刺激就业的建议 令港股方面高开 高开126点 高开后又回吐 试过回到19,785点 后来又上回20,000点大关 今天高低波幅有285点 限制收市价20,048点 上升338点 成家方面有654亿 今天我会和大家看看大市之外 看看是否股票适合买 先看图表 股市走势比较反复 为什么呢? 你见到升了 大问题又想下来 现在又有些反弹 你看到平均线来说 两条线很近 这里正在收窄 其实现在来说 比较反复一点 动态来说 没有太明白 不过你说怎么去预位 也有方法去预 不过位方面来说 我们就用这个方法 用一些水平线 用一些横线去预 怎样预 也有很多条位可以预得到 第一条 阻力位 这个 第二条 就是这里 第三条 就是这里 第四条 阻力位 哪里呢? 就是这个 分别加了多少 如果加阻力位 第一个最近的阻力位 20213 20213 高一点的 20558 20558 再高一点 20790 20790 再高一点 20975 这是阻力位 支持位 支持位方面 第一个是这个 第二个是这个 支持位方面 第一个是19379 19379 第二个是188600 188600 所以你看到这些阻力位又多 支持位又多 很多时候我们所说的走势 就是升又升不到 跌又跌不下 所以现在来说 暂时来说 你发觉都缺乏方向的变化 你说炒股又不炒市 那就是个别股票 好 有没有个别股票 留意到呢? 也有的 这个是创业版的 8071 创业版的股票 这个就叫中彩网通 去做一些探抗 彩票业务 这个股票之前来说 跌势来说都急 跌股增加 net 跌幡 Hair up 跌幅都多 不过目前来说 跌幅之后的底部 这儿部分的底部 又挺好 最后 Inside 現在的平均線加權線都升破了 這些升的狀況好像陽足不是太大條 大來說有時代表力度是夠 不過大之中你買的價格會貴 這些細小條 穿著著著著著著著推高 有時都是健康一些 所以這些股票來說 我們都可以叫做一個移動股 有上升的動力 留意一下這些股票 不過記住這些股票來說 有時投機性會比較大一點 今天收市價來說是0.115 升幅來說0.009 升了8.5% 成家方面來說731萬 這些留意一下當一個學習的狀況 炒故事來說是挺好玩的 不過小心點 故事來說風險會比較大 所以要量力而為和不要太大罪 明天再見 拜拜